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Lawrence 謝謝主持人介紹 那我自己還是再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個IT顧問 就是自己開軟體顧問公司 藝人公司 然後因為生意也不夠好 所以還有一半的時間在海外寫程式 然後有一半的時間在海外寫程式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說我可以跟我的一個老闆 學習他的破滾面技巧 那關於我自己 我在台灣是Clojure Community的那個 辦活動的人之一 然後我平常也是一個IT顧問 然後我自己有寫一本書 就從錯誤到創新 然後那個網子很長 但是如果你Google那個中文字 應該就是會找得到那本書 小小的置入式行銷 好,那這是今天的agenda 就是說 好,關於你要create你自己的library 大概有哪些事 好,第一個就是說 欸,你為什麼要 不是用人家了就好了嗎 然後第二個觀念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 就policy跟mcclinson 這是什麼什麼概念 好,那我就直接圓文了 不翻譯了 然後再來說 一個好的library 大概有哪些好特質 好,然後最後就是 欸,怎麼開始 從哪裡開始 好,到哪裡結束 第一個問題啊 第一個問題啊,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create libraries 那我這邊 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啊,這個就是 你提高產出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好,我們這邊先往下跳一張圖 這張圖不是什麼library 這張圖是我很多年前看到的一張圖 那個就是,那時候我在查這些的時候 查到一個叫做 language-oriented diagram 然後他就說 嗯,假如呢,我們 嗯 嗯,打造的那個 嗯,程式語言呢 它是 嗯 比較高階的 好,那就是像下面這張圖 那,上面那張圖就說 哦,你寫比較低階的程式語言 例如說他可能就沒有提供你 map-reduce啊 沒有提供你像python什麼 list comprehension啊 那就是比較低階一點語言 就是,你就只能寫loop慢慢刻 然後下面那個語言呢 他就是給你很多比較高階的 例如,reduce 就是說,你用的也不是json 然後因為像 我舉個例子喔 像你在json裡面 如果你要傳遞時間的時候 你有什麼選項 你是不是傳那個 呃,timestamp 然後傳timestamp的時候 你如果說 那個傳遞json在網路上 你想要擷取來看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連串的數字 然後這時候你就心裡想說 難道我沒有一個選項 可以傳那個iso8601的格式嗎 好,那一旦你 你去想這個問題以後 你就會發覺說 欸,做來做去 好像如果是用json的話 還是乖乖填timestamp比較好 這有很多考慮啦 那可是實際上 有比較高階的語言 比較高階的格式是 你寫起來跟json很像 但是你就是可以把iso8601寫進去 而且你在 pass 跟你在生成這個格式的時候 他都會直接幫你做好轉換 那這就是高階 高階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manual walk 就是黃色那一段就縮短了 你要做的事變少了 產出就高了嘛 那 我不太想用這個字啦 但是這樣是不是還真的比較敏捷一點 好 那我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都相信說 這樣子才會快啦 只是說 因為也是有很長的時間 自己的技術能力 並沒有到那個水準 所以就是只能用想像的 然後看了人家的圖 就是看了這個示意圖 覺得說 對就是這樣做 就是那個我使用的抽象層 如果變厚了 有很多我知道要做 但是不想做 不想自己做 而且我已經知道 他應該是要長那樣了 如果人家幫我做好了 那我在一個比較高的抽象層工作 那我就可以了嘛 那所以 為什麼你的產出會變高 因為黃色那一段變少了 然後你的認知的 你頭腦的認知 那個load就減少了 那最累的就是動腦 應該沒有人寫程式慢 這些手打字很累吧 還是你的鍵盤太硬了 好 那還會有其他side effect 其實我這邊 這個 我們這邊是來談library 其實某種程度 你去想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library 是不是某種程度 就相當於說 你的那個程式語言的 那個邊界被延伸了 OK嗎 有沒有人不同意的 你可以想像 在2023年你可以想像 例如說你在一個後端語言 然後沒有處理jason的library 可以想像嗎 好像會不會太辛苦了 好 那其實你如果說 一間公司 一個軟體開發團隊 可以自行開發他的library 是會有很多 還不錯的副作用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分開你的source code 像有些公司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公司用微服務 然後之後又覺得微服務不好 說寫起來又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teamwork 要把source code分開來而已 然後我想說 那不是應該是 如果說你們的team 在切割大家的工作的時候 是有些團隊 專門維護一些library 那不是source code就分開來維護了嗎 那library獨立升級嗎 然後最後一個應該是最重要的理由啦 就是 呃 各位有沒有買那種名車的 有沒有買那個 呃跑車的 好也許沒有 好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自我感覺跟虛榮啊 不是啊 人家叫你一句那個資深工程師 Distinguish engineer 啊心裡就爽啊 好 好 這個是比較實物耶 就是說 一旦你們公司是把library 切成一個source code的report 那你是不是就可能 在java的環境 java的ecosystem 是不是變成一個一個JR檔 然後被引入 那是不是每一個團隊 就負責一個小三角形 然後一個團隊負責那個 呃白色六邊形 那是不是團隊 與團隊之間就是根據那個library的interface 來來協作 那 好啦 這邊還是講一下 其實 你如果真的很有名 就是說 如果你的library有open source 很多人用 那 你可能 就算你要進到一些公司 你也不用考白板 好 然後如果你有很多的users 然後在海外也在用 那你出國也會發現 欸怎麼已經這麼多朋友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第二個主題 就是說 這個policy跟machanism 好 我們先看右邊那張圖 就是有一個虛線的圈圈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軟體 大部分的source code 都是成這樣子 就是policy跟machanism混在一起 你其實你就是 又像policy 又像machanism 但是其實你有時候 你後來你去認真想 你會發覺說 真的 你寫的程式碼 它通常會有 連種不同的性質 一種是policy 一種是machanism 比方說 最明確就是說 例如說 如果是什麼 passing jason 寄出email 那這一種就是屬於 比較像machanism的source code 那什麼叫machanism 就是說 它其實它就是有一個 叫做 對的做法 因為它例如說 它可能有公開的規格 可以follow 然後 你就是有一大堆的選項 要去滿足 它才會 它可能有千百個選項 那是比較 比較複雜的情況 像email的話 其實email選項還蠻多的 那一旦你把那些選項都滿足 它就會stable 當然前提是說 你去 你去 持作那個規格 它是比較 不加stable的東西 那它就會真的被很多人 想要來用 那可是policy的話 其實policy的程式嘛 它比較是依賴於 你們那間公司 你現代的這個application 它的邏輯的 所以policy的程式嘛 它很多if else 它很多case 好 那我們一開始在寫程式 如果你就從頭這樣 一路這樣寫下去 那你是不是到了 需要mccanin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沒去想 你就是說 甚至你沒有去查說 有沒有這個library可以用 因為如果有library可以用 那你是不是用了人家library 那你是不是policy跟mccanin分開 因為是別人幫你分開 別人已經 前人已經幫你把這件事做好了 所以你的policy跟mccanin分開 可是比較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做的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你剛好是地球上前幾個人去做的 那你真的就沒有library 那你就要自己打造 那你會打造一個library 還是policy跟mccanin混在一起 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右邊那個圈圈 好 這邊有一個policy跟mccanin比較表 不好意思都是英文的 那我這邊快速的解釋一下 就是說 其實一個很關鍵點就是說 如果policy的程式碼的話 它會很多的if or else 因為你們家的軟體的商業邏輯 就是會有if or else 就是如果這個客戶有滿足某項行為 怎樣怎樣怎樣 那所以這種時候你看到最後一項 哪一個容易測試 其實是mccanin比較容易測 因為mccanin他就是那些選項 你測完了就測完了 可是policy他就是會有很多if or else 所以他就是很不好測 那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mccanin的程式碼 它是比較functional的 然後policy也是比較procedural的 就是它前後是有依賴的 前後都是有依賴的 其實我投影片之後會公開啦 所以要不要拍照都ok 然後這邊可能要慢慢的去體會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你policy的code 其實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說 你寫程式有時候都會有所謂的configuration file 你要載入 其實這些東西載入的configuration 是不是有時候都是在policy的code裡面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你在開發程式碼的時候 你是可以把一些值就寫死寫進去 你就比較容易測試 所以在policy code裡面有時候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抽象化 把它變成configuration file 就是看你啊 你如果有時間就把它做好一點 然後沒有時間要趕時間的話就這樣做吧 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第三個主題就是說 什麼是library的性質 那這個主題應該是大家比較平常 如果有在 例如說你就是去找library來用 然後在用的時候呢 就開始找library的文件 然後你就會發覺說 這個library好不好用 真的跟文件很有關係 好 那所以我這邊來細數 第一點呢 一個好的library就是 它最好就是專心做好一件事 好 就是說例如說你的這個mccain人 它就是寄email 那它就真的能夠寄出email 然後如果說你這個library的功能 就是什麼pars什麼xml 它就是真的把xmlpars好 它有一個明確的目的 那我覺得這種是比較好的 可是也有一些library 它就是特性就是 有三四種目的 然後你用了以後 你不知道哪一個是它最強的 因為好像每一個都有bug 然後每一個都有沒做完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還覺得說 這有點像Linux的哲學 說你每一個程式都專心做好一件事 那時間拉長了 你也比較能夠把它做得完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真的做下去以後 你都會發覺說 每一種規格 它就是有一些零碎碎的地方 你很難把它做完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文件的部分 我自己的觀察說 大部分的文件 都會有example 因為大家很快就會發現說沒有example 是沒有人有辦法用的 可是第一項rational 就是說理由 這個就很多的library沒有提供 這個理由就有一點說是 為什麼我要用你這個library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看一些比較多人在處理的問題 比方說什麼PaaS、JSON、PaaS、XML 這種library都非常多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去想到你的使用者 他會有選擇障礙 因為他一選就發覺說有五個 然後他就要開始進入說 我要選哪一個library來用 然後難道又是GitHub猩猩數最多的 最後又變成中國人勝出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刷GitHub猩猩的產業 然後不是啦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你應該要輔助你的user做決策 那這其實 然後我通常我的經驗是講 如果是那種是以快勝出的 然後就有一些那種 因為這可能很能夠滿足那種 就是叫做library creator的自我感覺 的ego 他們就會說 好你看這個benchmark就我最快 所以他的rational就是我最快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對 應該是所有的library 如果你這個library真的有存在的必要性 真的有他的好之處 你應該要寫出來啊 為什麼是你 為什麼你好 你既然open source的library 你不就是希望很多人用嗎 你不是應該是希望說 那個猩猩數是人家心甘情願給的 而不是花錢刷出來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測試 那其實第三點測試 我覺得還是說 重點還是說你的程式碼先寫好 寫乾淨 再來加測試 那你程式碼寫一團糟有測試 其實這長久而言還是不能 不能維護 那第四點就是change log 那change log就是說 你每次有 Breaking the changes你一定要寫進去 然後或者說你到底是這支加feature 還是說 還有你為什麼要這樣改 好 然後最後一下就說 好啦你如果過了1.0後 就不要再有breaking change 就是說你的API 例如說已經是這個名字了 可是你真的要再改的時候要怎麼辦 真的就是有breaking change啊 怎麼辦加進去嗎 好 大概有兩種方法 就是說 就是說 第一種就是說 某個API 你覺得你真的要 他就真的做的不如你想的 好 那你就只好給他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說 例如說 他要XXX 那你就取一個XXX2 為什麼 你說這個名字真的很醜啊 這個名字真的不乾淨啊 這個名字真的是破壞了 我的library的命名的elegancy啊 的一致性啊 可是你要去考慮你的使用者 你的使用者 已經把他的code 依賴在你的library上了 那一旦你就是什麼breaking change 給他1.0以後 你還給他breaking change過去 你就是說 你的XXX跟原來的行為不一致 那會不會是說 有些人使用你的library的時候 他的程式碼就壞掉了 那你還是要去為你的使用者想 那如果你有去做這些事 甚至你可以在你的GitHub ReadMe 寫寫保證啊 好 就說你會follow這樣的原則 然後實際上 我覺得這是有很多的誘惑啦 因為對我來說 我每次都會很覺得說 好痛苦啊 取一個那麼醜的名字 那為什麼我當初都不能一次做對呢 好 那這邊就是最 我覺得 對大部分的聽眾朋友來說 今天可能最重要是這一塊 為什麼前面的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幫助 前面的talk的內容 我想說我相信 我相信大部分的聽眾朋友應該還是屬於使用library比較多 所以 你聽到說怎麼做library 你可能只是想說 好 我要選的library 不會1.0以後 還給我breaking change 這樣我的code會壞掉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 使用的 你要從使用者 變成 create library的人 中間的這個坎呢 這一道坎就是比天還高 我一直都覺得跨過去非常困難 所以呢 你今天要從library的使用者 然後到很會挑選library 到你做的library 你可以做出library給人家用 到你做出來的library 有很多人用 還很多人很想用 好 那這是一個很長的道路 那所以 一件事就是 你要建立你的專業 好 第二點第三點 我等一下會一一細講 第一點是建立你的專業 你要讓你的專業能力越來越好 那你要怎麼讓你的專業能力越來越好 那當然可能會有很多建議說 你就是每三個月看一本技術的書籍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發覺說 不同的作者講的內容 還彼此矛盾 好 那我這邊給一個比較奇怪的建議 就是說 你要create library的時候 你就先去看 library裡面是怎麼寫的 大家用的editor有沒有 jump to definition的功能 沒有的舉手 算了 不要玩這個不好玩 這是大家記得 如果你的editor不能按快速鍵跳到函數的定義 回家以後第一件事來調整你的IDE一下 然後為什麼 因為例如說像我自己是用closure programming language在開發 然後我就是寫一寫寫一寫 然後不知道我扣的函數為什麼這樣 我就跳回它的定義去看 然後closure它有個特性就是說 你可以一邊寫一邊測 就是說你寫任何一段程式碼 然後你就是下一個快速鍵 然後那個IDE就會截取那段程式碼 送到後面interpreter 以value完再送回來 然後我就有曾經試過說 如果我直接跳到library裡面去 然後改掉library的code 然後對它求職 那會不會改變library的行為 還真的會 因為我沒有辦法存檔 你知道嗎 我跳到JR的code裡面以後 我是沒有辦法存檔的 結果還真的改得懂 然後我就這樣測 然後測完以後 結果還真的有一回事 是library裡面的程式是錯的 我把它改完以後就對了 好 那這邊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在使用的library 的那個source code的水準 它很有可能 它剛好比你高一個等級 就是說 這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 完全基於經驗的觀察 你有沒有發現 例如說你今天打開你的FB 然後可能有 可能有500個朋友 可能有600個朋友 把這600個人的收入平均起來 大概就是跟你差不多 大家有聽過這個現象嗎 那所以 如果你用的library都是那些 然後那個library都是你自己選的 那也有可能 那個library的程式碼的水準 大概就是比你高一階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你不要一次去看那個 比你的水準高三個等級的 你真的是看不懂 你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 那 所以呢 你就是 沒事就是跳到那個底層去 看人家怎麼寫 多學一點東西 多學一點東西 每次就剛好去看 比你的水準高一級的人 他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你還會看到說 有些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好 那當你看一看 看一看 發覺說 怎麼辦 我覺得我水準比這個library的水準還高 那很好啊 很好啊 那 其實 其實這時候 你是不是要練習選擇比較好的library 那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要迴避一些叫做那個 紅字啊 紅旗 例如說 有些library啊 他自己要做出一個功能 他也引用了一大堆的library 那比較不好的library 他有什麼特性 他就是說 他依賴了10個library 做出一個不痛不癢的功能 有看過這種library嗎 因為其實這真的很不好 因為你的依賴越多 你是不是這些library 每一個都有可能有隱藏的錯誤 或者說他可能都要升級 那他可能有一天 就是GitHub就給你一個Alert 說他裡面有security的東西 一定要升級 那這種都是一種脆弱性啊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你成長的cycle 可以怎樣呢 就是說 你就是沒事呢 想要多知道一點 就在那個橘色圈圈 你就是快速鍵 跳到library裡面 去讀一段 你從來不曾讀過的code 然後希望說這個作者 剛好比你高一點點水準的東西 你是看得懂的 然後可以吸收起來 然後就開始變得比較厲害一點 然後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選更厲害的library來用 然後你對library的 那個要求越來越高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要找到更厲害的library 是通常是很容易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說有時候你的水準 在某一個水準的時候 你寫出來的document就會長這樣 然後所以那個library的作者的水準 如果太高的時候 他寫出來的那個read me 看起來就像天書一樣 然後密密麻麻 然後引用了各式各樣的原理 然後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看完以後覺得說壓力很大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不想用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都是這樣子 我挑的library都跟我老闆挑的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是乖乖選了他的選擇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很有能力了 你覺得說我現在已經十八般無益了 就是需要找一個比較好的題目 那這邊就開始談說 什麼時候在 就是說我現在假設說 你根本就是一個有create library能力的人 然後你現在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條件之下 都是說那個library已經現成了 那你要去哪裡找一些 值得你投資時間來解的題目 那我覺得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去尋找incongruity 就是不一致性 那什麼叫不一致性 第一個你去比較不同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有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些不一致性 例如說 你在A程式語言 發現說什麼是什麼事這樣做 非常順 然後結果你在B程式語言發現 怎麼沒有那個東西 那你要不要來打造一下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你做了以後 這東西很容易就有市場需求 這市場需求已經在那邊了 因為如果你能感受到這個東西的不足的時候 而且甚至說你要解釋的時候 你還可以那個regional就寫說 因為XXX programming language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要做出來 而我真的看過很多的library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說 這個可能就是要比較有批判性能力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一個library 然後你一進去看 然後就發現說他就是做一個不痛不癢的功能 引用了18個library 然後就覺得這不是walkaround嗎 來我把它重刻一遍 好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自己的語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在20年前 那時候在寫NoteJS 我同事就叫我說 你要用NVM管理Note的 那我就覺得很正常 那Note的版本 過三個月就換一個版本 那當然要這樣管理 不然我東西就壞掉 然後後來我開始寫closure以後 那個 我老闆就說 那個java版本每天都在升 好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所以你要用sdkman來管理這個 好 然後呢 又過了好一陣子 我始終沒有想到 好 有一天我終於想到 其實寫python的時候 好像也應該用pyemv來管理一下 好 簡單說後來我 我無論寫任何語用 第一件事就是思考說 你那個interpreter 有沒有一個管理的 你要你要 他隨時會換版本 然後突然過一年 他就換一個版本 然後 根據自己實際的經驗去訪查 很多人就這樣說 他熟悉的語言 他就會用 那個interpreter manager去管理 然後他不熟悉的語言 就立刻上網google一下 然後照那個指令印冠 然後這種情況前兩者還好 那python最危險 因為有時候 有些作業系統 他是依賴於python2的 然後你就是給他印冠 冠下去 然後你作業系統就爛掉了 有人有 冠python 冠到作業系統爛掉嗎 好 這個比較危險一點 好 那這邊再繼續探討說 這個尋找創造library的機會 就是說 其實你去想 你的一個workflow 就是 這邊的workflow 就原理說 例如說你在開發程式 第一階段可能是設計 然後第二階段可能是尋找library 然後第三階段就是實作 然後尋找既有solution 那如果那個bottleneck 剛好就是 你就是缺了一個關鍵的library 好 那這個地方一旦突破的時候 那個產出就上來了 好 那 所以這時候 這個概念 他不是 好 他 生理的工具的這個概念 其實他 你可以想像成 他就是跟 創造你的library 他的概念是 是同一種的 因為 在最抽象的程式來講 這個都是在 讓你去操作的 那個抽象層變厚 我需要翻到最前面嗎 好我 矛起來翻到最前面 好 就是 如果說 這個灰色的 這一段變長了 黃色的那一段就變短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能夠讓灰色這段變長 你的產出就會上升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法 你可能可以適度的創造library 或者說你可以延伸你的語言 或者是說你可以改進你的 你的editor 的一些功能 這有很多方式 你不是只有 create library來用 因為最重要的目標 目標應該是要提高你的產出 其實有一些語言 它本來就是可以延伸的 例如說像lisp 它有lisp macro 所以你可以創造你的語法 像java 它有oop 這個也是可以延伸的 像postgres 它也提供你 Uter Define Function Uter Define Type 好那這怎麼舉例 就例如說 像postgres 它的那個sequence 我後來就有發現說 比較新的版本 它是說你連那種地理資訊 你都可以把它存進去 然後它在裡面都還可以比較 那這就是 等於說它一直可以把 既有的抽象成延伸 而不是說你這個東西 一定要拿出資料庫以後 你才能做 那這時候 好 這上面就是延伸語言 延伸資料庫 這已經很進階了 那我們來做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說 例如說 你的Editor 可不可以延伸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 比較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是一個HTML 那我在closure裡面 要用它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它改成一個 叫Hiccup格式 這一個格式 跟這個是等價的 OK嗎 好 簡單來說 就是說就是比較精簡 那要怎麼把它轉換過來呢 好 我一開始的做法就是 去開啟一個網頁 它就是HTML to Hiccup 然後複製貼上 然後按一個按鈕轉換 然後再貼回來 然後後來就發覺說 好像這樣的實在是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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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professional的感覺 然後所以那個就是 好像沒有比 好 我自己指示 像一下 就是我就寫了一支程式 叫HTML to Hiccup 然後串接那個VIM 然後這樣就可以 直接轉換 就是反白它 然後下一個指令 就可以轉換了 那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 很小的step 因為 你多做這件事以後 你就不用說 開發到一半 開個網頁 然後複製貼上 再貼回來 然後你把這個串起來以後 就是反白以後 打一個快速鍵就 就串好了 好 那只是說 像那個網頁的那個 就是誒對 那一般人都可以用 你不用記一個conman 可是這個的話 就是說你如果常用的時候 你下快速鍵一定比較快 那 等於說 你的這個開發環境 它就是像 也是你操作抽象層的一部分 好 等一下 看一下 還沒有什麼 沒有講的 好 這邊再補充一點點 好 其實我自己 去 寫這個所謂的OOP 然後 我有很長的時間 我都覺得說 這個東西 我覺得 好像 因為我後來 我變成 我是寫 這個closure 這種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然後 寫 Python 寫 JavaScript 寫 比較順 因為我始終覺得說 如果說 有什麼資料 我還是比較習慣是說 我用一個MAP 像一個Dictionary的東西 我就對它建模了 然後我始終都覺得說 用Object 用Polymorphism 這個好像太太所謂的那個太Heavy了 覺得說這個東西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好用 然後可是寫了十幾年以後 後來我看到別人在用的時候 我突然理解說 那是因為我 我對他的理解有錯誤 其實 我後來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 例如說 你今天在寫程式 如果說 你在寫的程式 就是說 例如說 可能有什麼老師 學生 然後選課 那學生的資料 你就是用一個MAP 就是學生的資料就寫進去 就是KeyValue KeyValue KeyValue的MAP 就儲存學生的資料 老師的資料也是 就是姓名啊 年齡啊 專業科目啊 其實你都可以用MAP來做 然後用MAP來做 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例如說 你要存到資料庫的table裡面 也很方便嘛 那這樣子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 你用OOP 不用OOP 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好 可是呢 在有些時候 你用OOP 就會有很大的分別 特別是說 你要去建模的東西 它可能是什麼 資料庫的connection啊 好 然後或者是說 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建模東西 它剛好 就是 在可能是 作業系統那個level的東西 它剛好 這個東西就是很底層 它就是 你 你沒有辦法解釋給 很難解釋給 那個 沒有寫過程式的人 聽的 像什麼connection 這種概念啊 然後什麼passing啊 這種概念 那這種東西 如果你用 OOP 去建構 然後你就會發覺說 你建構這個library 它很像是 你程式語言的一部分 那個library 它越靠近你的程式語言 它的很多地方 它的什麼命名規則啊 它的使用方式 越靠近你的程式語言 你要使用的人就會覺得說 因為你要去想你的使用者 你的使用者 他會希望說 他要付出很大的時間來學習你的library 應該不會 其實我們人類學習 學習的方式有幾種 例如說 如果說你這個東西就是用技的 就死倍 如果你這個東西是程序性的 例如說要游泳啊 跑步啊 這是不停的練習 然後如果你的東西需要理解 比方本日的talk 可能是需要理解 那你今天你要確定你有沒有懂 就是把它全部聽完以後 全部講一遍給你的媽媽聽 然後出來 那應該有理解 這些概念的知識 那人類學習還有第四種方式 就是遷移學習 例如說 如果你做library 它的很多行為 你做的是java library 它的那個library的那個命名規則 都跟java一模一樣 它的一些convention都跟java一模一樣 它看起來就像java的一部分 那你的使用者有沒有可能 他甚至連文件都沒有看 他就安裝起來 他就會用了 為什麼 因為遷移學習 他就把它基於語言的知識 直接套過來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你的library是你程式語言的延伸 他會覺得說 他學起來是最無負擔的 所以同樣是open source open source就是說 你不用付錢就可以用了嘛 那一個是說 你要很辛苦的看文件 因為它充滿了不一致性 花了很多腦力才有辦法用 一個是說 它非常的一致 它光靠頭腦裡面的遷移學習 猜一下就可以用了 那當然是 當然是要做到後者的程度 好 所以最後就進入精緻的結論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能夠達到你的library 就可以提高你的產出 好 那我個人認為 這次應該是最 堅實可以提高產出的方式 那至於說 其他號稱可以提高產出的方法 好 我們再討論 好 那第二項就是說 policy跟micanism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通常是 micanism的程式嘛 適合做成library 好 那再來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如何提升你的水準到你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設計 去開發library 然後就是 沒事就是 找一個 剛好比你的level高一級的程式碼來讀 然後 在 什麼樣的機會 它是很好的機會 你create library 很多人會很想用 很多人會有需要 你就尋找不一致性 別的程式碼來讀 別的程式碼有 這個沒有 剛好人家覺得不好用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說 其實你要提高產出也不一定 只能用library 你也可以更多面向來看 有沒有可能去改善你的ID 因為像VIM這種ID 它也可以安裝插件 其他的應該可以 好 那 好 這個就是 然後那個 你 大家可以看那個底下那兩篇文章 那個都是我的老闆寫的 所以那個 你不用擔心說 那個我有那個抄寫潛意 我就是他的學生這樣 所以那個 我是取得使用權的 我的老闆 那個德國老闆 他是那個 歐洲closure社群的 那個就是 create非常多library 然後所以我也被 有這個機會就是 被他指示說 你去幫我show一下那個 你不要逃避啊 你要認真看完裡面的程式碼 所以這就是 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好 謝謝各位